保关新美国的晶片禁令后续的重大影响 中国将如何展开反击呢 东西新闻特别联手保富银行 为关注朋友推出一周财经回顾 保富银行保富之道 回答执行长黄仁新宣布 针对美国禁令将避开法规 推出三款降规版的晶片 最快年底就可以量产 尽管美国商务部日前才进 提出新一波禁令 限制高阶运算晶片和设备输出中国大陆 等于让回答改良版的A800和H800无法出货 但最新传出回答规避法规改良晶片 将性能降低至新参数以下 推出针对大陆市场的三款降规版晶片 量产时间落在今年12月到明年1月 而大陆不只从回答获得降规晶片 也有望透过英特尔获得旗下高低晶片改良版 不光如此大陆企业近期更大举购入 荷兰艾斯摩尔的极子外光曝光机 根据数据在美国公布最新的出口管制规范后 大陆从荷兰进口的金额就暴增 年增将近30% 而原因就是明年开始 艾斯摩尔就不得将EUV和DUV曝光机等设备 卖给中国 然而就算腾讯 百度等大陆企业积极囤货恐怕也没用 目前大陆只能钻漏洞拿到低配版晶片 但专家打脸帮助不大 毕竟高阶晶片才是主流 而根据巴龙周刊文章说法 随着明年开始 中芯难以获得艾斯摩尔技术 也可能失去关键零件供应 中芯未来的制造能力恐怕开始恶化 甚至连大陆自家人都开始唱衰国产实力 最后大陆网友点出 华为晶片用的是别人的架构 生产设备也仰赖国外 未来发展受限 至于在电动车晶片领域上 领先业者不是高通就是回答 美国层层封锁之下 目前看来就算回答绕道供货 恐怕也很难让大陆半导体 有起死为生的任何可能 东城新闻科报名林林涵综合报道 而中国大陆的企业 也必须寻找替代的方案 中国科技的巨头百度 就改而向华为订购了AI晶片 华为布局AI晶片现在就传出 中国人工智慧公司白杜 8月就已经向华为下定AI晶片 而且总价值上看人民币4.5亿元 先是在美国出口限制压力下 中国公司不得不专项购买国产晶片 替代挥达的A100晶片 据传百度这次采购的主要是 华为升等910B AI晶片 今年10月份已经交付了60% 剩下的将在年底之前全部交付 不过外界根本不看好 一来华为晶片在标线上 远远落后辉达的产品 二来这次百度订单数量 也与过去向辉达订购量来说 规模小很多 中国晶片相突围 甚至海北大大畅随 国外研究机构预计 在无法取得先进晶片之下 发展AI应用 中国大陆成本将暴增超过两倍 因为国产晶片效能不够 等于需要使用更多晶片 才能获得同等的运算力 虽然自去年的出口管制实施以来 百度与阿里巴巴等中国大企业 已经囤积大量晶片 但如今在国产晶片质量不达标 美国又加大力道制裁情况下 总有一天会弹尽良绝 到时候就算又大撒币想买 也没门路 而至于英特尔的执行长 季辛格还记得吗 他曾经唱衰过 台湾很不安全 矛头更是对着台积电 但如今季辛格却冒着险 一年两度飞来台湾故庄 还举办了科技论坛发表演说 一身西装搭配黑色T-shirt 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 今年二度来台 科技论坛开奖前 供应链大咖云集 一下跟宏基董事长陈俊胜打招呼 一下跟广达副董事长梁刺震握握手 甚至和华硕董作师从堂 热情拥抱 故庄意味浓厚 不过季辛格先前可是呛过台湾 地缘政治不稳定 暗酸台积电还让张忠谋 罕见开金口回击 难回巅峰 这回来台反而是跟台积电合作 打造最新小型晶片 还首度接受专访 大赞台湾好棒 不得不向台湾低头 因为英特尔近年来 连续遭到三个台湾人夹杀 金元代工阐述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更被回答的黄仁勋超车 输掉美国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宝座 CPU市站则在超微苏之峰掌舵之下 逐渐被刮分 英特尔想赢不能没有台湾 连亚太际日本区唯一的实体科技日 都要办在台北 就足以验证这回不只是故庄 更是代表台湾科技实力 早已遥遥领先全球 东方才新闻 陈一轩张化珍台北报道 即将当场的拜席会 有机会能够筹起沟通的管道 但是台面之下似乎暗潮汹涌 因为中国正积极掌握着稀土资源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APAC亚太金合会见上一面 知情人士甚至透露 美中将重启军事沟通管道 双方频频在拜席会前释出正面讯息 台面上核汽协商 台面下根本没停火过 特别是争夺这个资源 全球有高达九成的稀土矿都在大陆提炼 7号北京才宣布加强稀土出口管理两年 现在又曝光实施最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将维持铁蒙铝等矿物的消费量 也会针对绿色能源产业所需要的 李姑涅积极开采 甚至喊出口号手中有矿心中不慌 大陆靠着电动车一哥比亚迪带头冲 甚至预估2023年出口量将冲破500万台 但有外媒警告 中国大陆矛起来发展电动车电池产业 如果无法出口 接下来恐怕面临过剩危机 加上美国议员又出招 包含盖拉格在内等多位美国两党议员 写了一封信给拜登政府 要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务必提高对大陆汽车征收25%的关税 同时还要阻止中国企业将汽车 透过墨西哥向美国出口 打算彻底打击中国大陆 东城新闻科广名林林函综合报道 股神巴菲特最近在非盈利网站挖出有所谓的秘密账户 而且曾经在公司进出某档的股票之前 先在私人账户进行相同的操作 听见回答学生问题 股神巴菲特公开传授人生经验 而现在惊人股神的财富密码也曝光 关键就在他旗下的子公司 波克夏海瑟薇 非盈利调查新闻网站挖出股神巴菲特内线 跟单养肥私人账户 还列出在2009及2012年 先后在私人账户及波克夏 对富国银行交身和沃尔玛等股票 进行相同操作 时间相差一季 有些甚至是当季 毕竟之前巴菲特曾经表示 私人不会跟进零下控股公司正购买的股票 避免发生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 现在形同自打嘴巴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波克夏和巴菲特尚未回应 倒是8日有券商透露 波克夏着手进行准备 将再度发行日援债 这已经是今年第二度 过去发债曾经大买三菱商市 三井物产等日本五大商社 这次动向为何还是未知数 只能说股神毕竟就是股神 股神巴菲特的一举一动 对于全球股市都有庞大的影响力 东方台新新闻 黄浮祥龙亚真台北报道